地方人員努力搜救人終於被找到 但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而經過急救後 還是沒能救回 這起意外發生在中午12點多 在花蓮觀音杜峰橋附近 也就是秀姑蘭西觀音段 一行六人親友相約細水烤肉 不過其中一名年約21歲的 靈性男子突然落水 通信親友發現連忙報警 警疫宵搜救人員抵達後 立刻展開地毯式的搜索 甚至出動了空拍機 找到落水的靈性男子 但卻已經沒有了呼吸心跳 搶救無效 原本親友開心釣魚烤肉 卻發生意外 而詳細的原因 也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